各位卖子学业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学习HTML5绘图相关的内容 那这一小节我们学习HTML5绘制几何图形 那HTML绘制几何图形呢 主要用到两个方法 一个是File React 它是填充一个矩形 还有Stroke React 它是画一个空心的这个矩形 HTML5并没有提供其他画这个几何图形的方法 比如说没有提供画圆形、椭圆、三角等等 这些什么呢 几何图形的方法 但是在后边的课程中 我们会学到HTML5绘制路径 绘制路径的时候 我们可以画这些内容 那绘制几何图形呢 还有额外的这三个属性 我们要给大家讲 那第一个呢叫File Style 是设置我们前冲这个矩形的这个 前冲的颜色是什么样子 还有一个Stroke Stroke Style 是画这个空心矩形的时候 这个空心的边框的颜色是什么 还有一个LineWise 是空心矩形这个 谢的这个宽度是多少 还有LineJoin 是谢的这个 就两条谢之间交叉 相交的那个样式 有Meter、Round 还有也就是什么呢 方块的、圆形的等等 待会我们演示一下 就给大家能看到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写程序 给大家演示 这绘制几何图形 具体的用法 好 我们首先启动HBuilder 好吧 这个我们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HM文件 这个名字呢 我们接着就index3 这样一直往下命名 index3 好 首先呢 我们在body里边给一个 Canvas id 看 ys400像素 hat 300像素 好 我们声明一个 Canvas的一个元素 script script 好 我们先把这个结构写好 unload init 第一步我们要得到 Canvas的这个 DOM对象 document getelement byid 第二步我们要得到一个 画图的这个具体 就是画图的这个对象 我们叫ctx 复制于 cn.getcontext 传个rd进去 好 那么要在他上画个矩形框 说明明我这给框吧 style border epx 实现 好 我们要画个矩形框 首先用ctx.filestyle 填充一个颜色 我们填充一个蓝色 然后ctx.filerectang x坐标 那么比如说我们给它50 外坐标50 宽度呢100 高度呢60 画个矩形框 好 我们运行看一下结果 这和上一小节我们写到的也是差不多的 好 运行看一下 这样蓝色的一个矩形框就出现 那么再画一个空心的矩形框 ctx.file soft tile commissioned 等于rand 给个红色的 这个没有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榨章重新打开一次 就帮助了 ctx.linewise 下的宽度呢 我们给上6 ctx.linedraw 它有三个值 那么首先给一个meter 我ppt可能写错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做一个 ctx.stock 这地方x呢 我们给上100像素 y给上150像素 宽度呢 给上100 高度给上65 好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 刷新 好 那么再来一个 Ctrl C 这呢给一个round x作标呢 我们给上200 高度呢 给上300 好 保存 再运行一下 刷新 高度太高了 高度给上 不能给300 高度给上200就行了 好 用心 好 注意 这个呢是有个圆角 角度稍微有一个什么呢 圆角的 那还有一个样式呢 我们再来一个 Ctrl C 这呢我们用一个绿色 警号 0 F 0 这呢我们给上个7 100 150 这个可以上个80 300吧 165 好 再运行看一下 第三个 第三个呢 我们给它这个样式 再给一个 BVL 再换一个样式 看一下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看不太明显啊 这两 圆角举行 它这个标框是个圆的 这个呢是一个 比如说 我把X坐标给小一点 X坐标给上100 宽度呢 给上300 好 刷新 这个呢稍微有点方 这是方角 那Round呢 是圆角 这有三个样式 这个Round是 圆角 这个是方角 方角 这个呢是 就是我们 那个 就是还算我们方角 MSPaint 给大家画一下 Paint 它有三个样式 这个呢是圆角 还有一个方角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 哎 这是一个 这条线 那这条线 直接的连线是这样的 这叫方角 这叫圆角 那这种角呢 那就是我的Meter Meter 这样的一角 这三种样式 好 这我们画一下的三种样式 还有这几个属性 Linewise 是下的宽度 LineJoy 是我们的 下的这个样式 那FileStyle 是设置前冲的颜色 那StrokeStyle 是设置我们 边框 边界的颜色 Stroke呢 是画一个空心的 这个矩形 好 这一小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是几何图形的 这个绘制 这一小节呢 是几何图形的 这一小节呢